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兜唐王国 我是你们的堂堂姐姐哦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咯 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堂堂姐姐 今天呢我跟海底小中队的成员八个队长呢 一起出发来到了附近的这片海域 这片海域呢 因为海底的一个涮窝导致了一个风暴 所以呢很多小动物小海鱼们呢 都已经游走了 可是呢还有一些受伤的小海鱼 小动物们呢游不动 所以现在呢我和八个队长呢 就一起出发去拯救这些小海鱼小动物们 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帮助到他们 所以呢时间紧张 我们必须赶在风暴来临之前呢 就是拯救出这些小动物们 但我们的八个队长呢 现在带着他的这个氧气头盔 坐在这个旋转台上面呢 就跟我一起出发了 应该是我跟八个队长一起出发了 队长你好 你好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吗 刚刚说到小金鱼说 附近有一只受伤的乌龟 那么那只大的乌龟现在在哪里呢 嗯 我们现在必须要救出乌龟爷爷 因为乌龟爷爷他现在受伤了 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呼叫总部 呼叫我们的章鱼宝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启章鱼宝 警告 警报 是吗 现在要开启章鱼宝警报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从刚刚那个望远镜看上去 我们的乌龟爷爷是受了伤 那么如果受了伤的话 我们两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医生 但我们现在很多小动物受伤 我们必须开启章鱼宝警报 把我们的医生叫过来 那么现在就呼叫总部 呼叫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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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章鱼宝警报 警报 警报 好 那么章鱼宝警报开启了 喂 你好 这里是张教授 请问八科队长 有什么需要我的帮忙 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附近海域呢 有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所以我们有很多小动物们都受伤了 目前呢 我们看到一只受伤的乌龟爷爷 所以我们需要把乌龟爷爷救出来 屋外的话 受伤的部位是腿部 所以我们需要皮医生能够赶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尽快赶到乌龟爷爷的身边 所以呢 拯救更多的小动物们 希望皮医生能够尽快赶到 这样对我们的救援会大大增加 力量 好的 没问题 那么现在就连线皮医生 嘟嘟嘟嘟嘟嘟嘟 你好 八科队长 我是皮医生 请问现在需要我帮忙吗 是的 皮医生 请你尽快赶到这片海域 就是 西方 两点钟的位置 我们必须 你必须赶快过来 这里需要你的帮忙 因为这里有一只受伤的乌龟 记得带上你的工具 好的 没问题 我现在马上赶到 OK 嘟 好了 桃桃姐姐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快坐上来 我们尽快 最快的速度赶到乌龟爷爷的身边 好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乌龟爷爷的身边 乌龟爷爷 请问你哪里受伤了 我的腿走不动了 他受伤了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你们别管我孩子 快离开这里吧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知道是什么样人造成的漩窝 导致这里即将要来临一场风暴 刚刚有很多小动物 我们被漩窝给吞噬了 你们快离开吧 反正我也老了 走不动了 不能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去送死啊 放心 乌龟爷爷 我们一定会救你的 你保持冷静 如果你真要救我这个老头子 就去救救别的小动物们吧 你放心 乌龟爷爷 我们海底小中队 其他小动物也都会救的 救了你也是救 救别人也是要救的 所以你放心 你现在保持冷静 我们现在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你现在腿受伤了 不能动 现在坐到八颗队长的这个传展台上面 让我们尽快让你脱离危险的地方 这样等会我们的小中队成员 皮衣衫马上赶过来 就可以救你了 你放心 我们小中队还有别的成员 现在我们马上呼叫转步 把别的成员也救过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小伙伴们了 那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哦 好了 乌龟爷爷 你别激动 现在赶快坐上我们 发科队长的旋转台吧 好 现在乌龟爷爷坐上了我们的旋转台 坐在这上面吧 这样你会舒服一点哦 好 那么 阿科队长 你先出发 这个剩下小的我们拯救任务就交给我吧 先把乌龟爷爷送到安全的地方 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等待皮衣衫过来啊 好的 没问题 你记得在这里 自己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阿科队长 那坦能姐姐 我先护送乌龟爷爷去那边休息一会儿 你记得有任何问题 马上呼叫总部 是的 我知道了 阿科队长 你应该小心 我就会在这里等你过来的 好的 我马上就叫皮医生 尽快赶过来 嗯 好的 好 那巴科队长也走了 现在巴科队长呢 已经把乌龟爷爷 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这里呢 远离了那个蒜窝的风暴 那么 乌龟爷爷呢 就下来休息一会儿 现在巴科队长 陪着乌龟爷爷呢 就等待皮医生的到来 那么皮医生怎么还没来呢 哦 好着急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的巴科队长非常的勇敢 他告诉乌龟爷爷爷说 乌龟爷爷 你耐心一点 你放心 其他小伙伴我们都会拯救出来的 你不要担心 哦 我不担心 只是 你们这样做也非常的危险 还是尽量叫你的小伙伴 赶快离开吧 放心 我们的装备非常齐全 所以 你不用太担心了 而且我们的小伙伴 各个力量都非常的强大 我也非常相信我的伙伴 任务非常 虽然艰巨 但是不用害怕 乌龟爷爷 好 当 巴科队长跟乌龟爷爷聊天的时候呢 我们的 皮医生 来了 他带着他的 工具 就是他的这个 X射线照片灯 来到了我们的巴科队长身边 因为他知道 听了巴科队长说 乌龟爷爷 这些是 腿部受伤 那么很有可能是被大石头砸中了腿部 导致可能有骨头受伤 为了避免不会误看 所以他把这个 X射线照片灯拿了过来 这个X射线照片灯的功能呢 就是能够看到 我们内部的结构 里面有什么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皮医生 给我们的乌龟爷爷看一下吧 好 现在我们皮医生戴上了他这个数据帽 嗯 好 我再问一下 巴科队长 非常抱歉 我来晚了 没有关系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准备齐全才会这么慢 不过我相信你肯定有别的原因 嗯 是的 巴科队长 我因为我带来这个大型的仪器 它需要费点功夫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希望你不要怪我 没关系 你现在还是赶快给我们的乌龟爷爷看一下吧 我现在要赶到唐唐姐姐身边去 还有很多小伙伴 等待我们的救援 好的 您赶快过去吧 这里一切都交给我 好的 那我相信你了 皮医生 那我先出发了 好的 巴科队长 您路上小心 好 现在我们的乌龟爷爷就交给了我们的皮医生 我们的巴科队长就坐上他的旋转台 坐上去了 然后就开始锁定方向 去我们的唐唐姐姐身边了 转转转 看这里可以转的哦 转转转转转 好 我们的巴科队长离开了 现在呢就剩下了我们的皮医生跟我们的乌龟爷爷 那么我们现在皮医生呢来到乌龟爷爷身边呢 他需要问一些问题啊 我们医生嘛就忘闻问切 需要问一下哪里不舒服啊 我们现在让皮医生就问一下 乌龟爷爷您好 我叫皮索 是我们海底小中队的一名医生 请您相信我 虽然不能说我的医术非常好 但是 所有被我拯救过的小动物 全部都好了 哦 我非常的相信你 我现在就是这只腿受伤了 他一直流血不止 不过 现在 还是有一点痛 是这个样子吗 您放心 那我先用X射线照片灯 给你看一下你这个腿 内部有没有受伤 如果是外部流血的话 只要包扎一下就好了 可是如果内部受伤 那么现在 就需要你跟我去张玉宝了 因为 那里设备更齐全 那么现在我就用X射线照片灯 给你看一下你的内部结构吧 好 现在我们的皮医生呢 就戴上他的这个 数据头盔 用这个X射线照片灯呢 就锁定了这个乌龟爷爷的腿部 咔嚓 咔嚓 好 照片出来了 哦 乌龟爷爷 您是不是 是出发的时候被大石头压了腿 是的 当时我非常着急 也非常的害怕 所以就被大石头压了腿了 你看我的腿 还有没有问题 问题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你的腿部的骨头 有一点受损 所以现在需要休养 那么现在 还是跟我一起回张玉宝吧 而且您的骨头的关节处好像有一点锻炼了 现在您不能够长途爬射 虽然这里是安全的地方 但是也有可能风暴会降临到这里 所以现在你跟我一起回张玉宝 哦不 我不能离开 我还得等我的伙伴们 我已经老了 但是我还想等他们一起跟我走 哦 您放心 我们的巴菲队长还有我们的坦坦姐姐已经赶过去了 你要充分地相信他们 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你跟我走吧 如果你你也受伤了 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拯救你了 好吧 我听你的 那我们现在去哪 现在我呼叫总部 叫他们开舰艇过来 把你接回去 那么现在我要呼叫总部了 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会儿 呼呼呼呼呼 呼叫总部 呼叫总部 开启章鱼警报 警报 章鱼警报 你好 这里是章鱼宝 请问 有什么事吗 你好 请问是章鱼宝吗 是的 这边有一只受伤的乌龟 它现在受伤非常的严重 它的腿部有骨折 靠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它运回章鱼宝 所以 希望你能够拍一艘舰艇过来 把它运回去 哦 是皮医生是吗 是的 请你们赶快 看人过来吧 好的 没问题 收到你的消息了 好 所有小生的成员 急了 我们现在要去拯救我们的乌龟爷爷了 好 要搭 乌龟爷爷 我现在已经呼叫了总部 他们马上就会赶过来了 你耐心的等一下不要紧张 你的伤也会好 你的伙伴们也会被我的伙伴们拯救过来的 所以你放心好了 现在我们就耐心的在原地等吧 不过在等之前呢 我们要跟小伙伴们 小朋友们说再见了 现在我们要等待经体 不过在这之前 我还得帮我们的乌龟爷爷 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 有没有受伤 那小朋友们 先跟你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